历史上的神秘主义者一直以来都热衷于探索语言的起源 他们认为古老的语言因为历经废月变迁也不会改变 更适合用于神圣的仪式和经文 此外,这些语言的古老和神秘性也使其增添了神圣感 神秘主义者相信世界上所有语言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一种原始语言 他们认为这种语言是最早出现,最纯净的语言 就像创始者赋予人类的礼物一样 如果我们能一直追溯到语言的源头 或许就能揭开人类语言的奥秘 为了方便研究,我们将把这种语言称为天语、天使语或伊诺克语 它们都是同一个概念的不同称呼,即上帝和天使的语言 关于伊诺克语的神话故事主要来源于创世纪、启示录和非正典的伊诺之书 然而,许多关键细节来自16世纪两位英国人的语言性幻象 不过,我们稍后再讨论它们 许多文化传说中都提到过一种神秘的语言 据说,它蕴藏着创世的密码和通往天界的钥匙 在某些版本中,这种语言被描述为由神明使用 通过一系列神声的话语创造了宇宙 这些话语被刻写在49块天界的诗版上 不仅如此,诗版上还记载了所有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知识 这种神秘语言在不同文化中以不同的形式出现 国埃及人称之为托特之书 希伯来传说则提到拉斐尔之书 传说中,伊诺克于是天界和天使的语言 又被称为来自神的语言 相传,伊甸园中亚当能够使用这种语言与造物主对话 为世界万事万物命名 然而,当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后 亚当失去了说这种语言的能力 再也无法与造物主或天使交流 失去与神灵沟通能力的亚当 只能依靠残缺的记忆 创造出与天界语言相似的人类语言 也就是早期希伯来语的出行 这种语言与我们今天所知的希伯来语 搭不相同,早已逝传 数代之后,先知以诺英气德性 得到了天使的垂青 不仅重新获得了与神灵交流的能力 还被带到天界 亲眼目睹了天使圣歌 神明的宝座 以及传说中的天界诗版 因此,伊诺克与尤茨德明 伊诺前往天界后 超入了部分天界诗版的内容 共计366本书 并被天使们命令 将这些智慧带回人间 然而,他最终未能完成使命 其所带回的知识 在吸引世界的洪水中失传 另一方面 亚当创造的原始西伯来语 一直传承至巴别塔世界 当时,巴比文的统治者 下令建造一座直达天界的巨塔 企图挑战神灵的权威 人类建造巴别塔 企图触及天界 触目了神灵 神灵使人们各自说不同的语言 无法沟通协作 导致建设中断 人们也因此分散到世界各地 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和语言体系 亚当创立的原始西伯来语 从此失传 人类再也不能与神灵直接交流 最后,我们的故事来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英格兰 具体是1582年 两位新人自称受到天使的指引 开始接收神秘信息 这两位英国人 一位是声名远洋的数学家 另一位则是国王充满争议的炼金术士 他们被告知 被选中将失落的天使语言带回人间 并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密码谜题 获得了相关知识 我是敏感 欢迎来到真假传说世界 喜欢神话等谜堂的朋友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您的订阅 是我制作视频的最大动力 接下来 我们将一起探索 一谋可遇的奥秘 以及两位与之相关的传奇人物 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 首先 让我们先来认识主角 约翰·蒂博士吧 约翰·蒂 因为被描述为身材高手 肤色白皙 留着白色长须的绅士 他身着宽松长袍 现了颇具艺术家的气质 然而 蒂博士的魅力 并不至于外表 他更是当时 英格兰剧族轻重的人物之一 约翰 不仅是声名远洋的数学家 更是语言学家 航海家 发明家 天文学家和占星家 凭借他在诸多领域的成就 他成为了 伊丽莎白衣式女王的智囊 无论是国家大事 还是女王的个人事务 几乎都少不了 他的专业意见 蒂博士在莫特莱克的住所 有文明于世 其藏书最丰富 坦承全英格兰之罪 包含超过四千册 古代科学典籍 这些珍贵的书籍 大多是他亲自收集而来 约翰 生活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 那是一个科学 魔法和宗教交融并进的时代 人们认为 这些领域密不可分 都是为了追求更深的理解 蒂还是一位前程的基督徒 他多次强调 所有知识都服务于上帝 他的宗教信仰 深受荷尔莫斯哲学的影响 认为神性可以影响自然 而自然科学的应用 也能影响神性 在当时 占星术和炼金术 是科学与宗教融合的典型例子 但一种被称为神庙术的领域 深深地吸引了敌 随着科学不断进步 他开始探索 超越自然世界 所能提供的知识 神庙术 以为神的行为 是一种通过召唤 超自然神明 例如天使 来获取失落的知识 或揭开古代秘密的学说 尽管狄博士 尝试了各种神秘仪式 却似乎没有什么 实质性的进展 然而 1581年秋天的一个晚上 他在祈祷时 日记中记载出现了 一道妖眼的光芒 伴随着一位 名为乌烈尔的伟大天使 这位天使赠予迪博士 一颗鸡蛋大小的 金银水晶球 并告诉他 透过水晶球 可以与天使沟通 如果你曾经见过 老巫师宁氏水晶球的画面 那么这种经典形象 或许就源自约翰迪的故事 他通过宁氏 特殊材质的反射表面 试图与另一个世界的存在沟通 而这种方法 后来被称为水晶占卜 迪将他的水晶球 成为展示时 并按照天使乌烈尔的指示 进行尝试 但几周下来 始终一无所获 于是 迪博士雇佣了 其他水晶占卜者 但他们要么 和他一样失败 要么被迪发现是骗子 直到一年后 一个名叫艾德华 塔尔伯特的男人接近他 自称可以帮助他 然而 这个人的真实姓名 或者说 我们认为的真实姓名 叫艾德华凯利 对于现代历史学家来说 他的真实身份 以及他黑暗的过去 仍有很多疑点 艾德华 凯利总是戴着帽子 因为他的耳朵都被割掉了 这在当时 是伪造文件的常见惩罚 他声称自己是 爱尔兰米英家族的后裔 曾在文敦担任公正人 虽然他的名字 没有出现在任何一支大学的 注册名单上 但可以肯定的是 凯利受过良好教育 尤其擅长练金术 并且会说拉丁语和希赖 在第一次见面时 凯利就展现了 不同反响的能力 他能像拥有天然天赋般看见 听到并与天使对话 迪博士被凯利的技能折服 坚信他拥有真正的力量 即使如今来看 精光凯利本身存在许多争议 仍有不少证据 支持迪博士的看本 我们将在稍后 深入探讨这一点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命运般的相遇 开启了他们 长达七年的合作 这段经历 可谓丰富多彩 他们几乎每天 都会进行水晶占卜仪式 试图与神秘存在沟通 迪博士要求这些仪式 遵循严格的宗教道德 参与者需要提前 长时间进行报告 清洁身心并摘解 随后 凯利会凝视特定的物品 例如神秘的寨事石 和黑色的药石镜 并描述他的所见所闻 迪博士则会将凯利所说的一切 仔细记录在珍贵的日志中 在他们第一次的天使会议上 凯利与七大行星 天使之一的安娜 取得了联系 安娜自称是当时宇宙的统治者 在接下来的会议中 安娜又将两位英国人 介绍给了另外四位大天使 乌利尔 拉斐尔 米加洛和加坂叶 正是这些天使 及其麾下的低级天使 最终传承了我们所称的 伊诺刻意 作为博写多才的写者 约翰熟知关于伊诺的传说 据说他是与天使对话的 最后一位人类 事实上 早在遇见天使乌利尔之前 他就对这位先知找迷许久 伊诺在地那个时代 是一个既迷人又神秘的人物 吸引着许多学者 原因之一是他只在 九约圣经中被提及一次 而且只是创世纪中 一长串祖先名单中的一人 根据九约圣经 伊诺是马图萨拉的父亲 马图萨拉是圣经中记载的 最长守者 活了969岁 伊诺也是建造方舟 躲避大洪水的诺亚的曾祖父 然而真正让伊诺引人入圣的 并不是这些家族关系 在圣经中 七是一个神圣的数字 而伊诺是亚当后代中的第七代 此外 据说伊诺活了365年 这也是一个神圣的数字 因为他与一年中的天数相同 最后 在整个族谱中 他是唯一一个 没有死亡记录的仙子 圣经中关于伊诺的描述非常简单 伊诺与神同行 神许走了他 这是旧约圣经中 唯一提及伊诺的地方 不过 还有一个被称为 伊诺书的维经提到他 这本书 在成为圣经经典500年后 大约公元200年左右 因被犹太和天主教当局认为 邪独神明 而被剔除出官方圣经 伊诺书 是一部古老而独特的文本 讲述了堕落天使的故事 解释了被称为 拿菲利人的巨人起源 以及创世纪中 大洪水背后的岛的原因 最重要的是 伊诺书详细描述了 先知伊诺的故事 是一支关于他 生亭最古老的记录 然而 到了中世纪 西方世界 已经没有人读过这本书了 在我前面的 伊诺之书 影片中有详解 这里不再多提 伊诺的传说 只能通过口口相传 保留下来 长期以来 学者和神秘主义者 一直试图寻找 形成的副本 直到十八世纪 也就是约翰 第七十二百年后 人们才在 埃塞俄比亚 发现了它 现在你应该明白 1583年 当地博士 第一次向天使 提出重要请求时 他要求一本 以诺书 是很有道理的 毕竟 传说天使 拥有寻找 失落已久的 文本的能力 令人惊讶的是 天使们答应了 并兑现了 他们的墨言 带给狄博士 一本以诺书 然而 这并不是狄博士 心目中 那个失落的 生经章节 天使带给狄博士的 并非他期望的版本 而是更加 珍贵的宝藏 天界诗版 传说 伊诺在升天使 曾阅读 并抄入了这些诗版 天使们称之为 Law AKF 以为来自神的语言 他们告诉 狄博士和凯利 诗版包含了上帝 用来创造世界的 49段话语 碰往天堂 48闪门的钥匙 以及宇宙万物 在所有时间维度中的 命令记录 对于爱德华 凯利来说 这本书看起来 是由49张页组成的 每张页上 整番两面 都绘制了49 乘以49个方格 神秘符号填满了 这些方格 他们使用的字母 是用一种奇怪的 21个字符呼声符 字母表 是在几天前传授的 现在 这些符号 似乎是用高扬的写写成的 对于 启示录中的描述相符 不过 这却是凯利的猜测 得到天界诗版后 迪博士认为 它是一个密码密提机 因为天使 并没有直接提供翻译 或破译表格的方法 他们只说 天界石板的作用 是打开天堂之门 让人类像以诺一样 召唤天使到地球 甚至直接进入天界 天使们解释 他们希望迪博士 能够完成 以诺为景的视野 迪博士将自己 视为新时代的先知 要把失落的天使语言 带回人间 与此同时 他也在指导许多 即将带领英国 进行探索之旅的人 学习航海知识 受到天使骑士 和女王的祝福 迪博士突然辞去了 宫廷顾问的职务 带着爱德华 凯利和他们的家人 一起前往欧洲大陆 接下来六年 他们像游牧民族一样 辗转于各个城市 一边进行神秘仪式 一边试图寻求国王 皇帝和宗教人士的资助 约翰迪的日记 详细记录了他们的经历 从中可以看出 迪博士充满热情 而凯利最初 也对他们的拱棚目标 坚定不移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凯利开始对炼金术 更感兴趣 而不是他们几乎每天 都会进行的关心仪式 随着时间推移 凯利越来越沮丧 表达了想要停止仪式的意愿 但迪博士 坚持继续他们的工作 1584年 他们在波兰国王斯特凡 巴托里的宫廷逗留期间 凯利在克拉克夫 再次接受了第二批伊诺克文本 这部分内容 被称为48的钥匙 其语言与天界识版中的语言 明显不同 这些文本之间 是否存在方言关联 就像迪博士假设的一样 目前存在证明 但相比起天界识版 48的钥匙 更接近于完整的伊诺克语言 因为他们附带了译文 提供了伊诺克语语法和词汇基础 至于内容 48的钥匙 则可以说是纯粹的 灰色神秘维学 表面上看 他们是一系列古老负载的诗句 似乎隐藏着某种深层含义 想要破译这些诗句背后 真正含义的人 需要拥有丰富的占星术 古习伯来神秘主义 和数字命理知识 即使是第一波诗 这位在这些领域想遇世界的专家 也无法完全理解其含义 这成为了一个难题 因为天使们透露 48的钥匙的真正目的 是为天界试版中的 49根密码谜题 提供解决方案 最终让狄博士和凯利 能够接触到上帝的文字 并实现他们作为 以诺基成人的使命 大天使将这两个文本之间的 虎不关系称为 德伯讽 他涉及到一个 为期49天的仪式 在这个仪式中 每个钥匙会召唤 守护天堂49道大门之一的天使 而这些大门 由若IGF中的魔法表格所代表 接下来 我们将讨论 支持伊莫克与真实性 最令人非解的证据之一 与天界试版的 简单接收过程相比 48个钥匙的获取方式 则更加复杂 因为它缺少了直接翻译 根据迪博士详细的笔记和记录 我们可以了解到 接收过程大致如下 凯利在恍惚状态中 天使会只是他 指向特定位置的字或单词 但顺序是颠倒的 例如 天使可能会说第五列 第二十三层 然后 迪博士会根据天使的指数 在天界试版相应的位置 找到字并记录下来 当密码序列完成后 迪博士需要将每个单词 反过来写 才能显露出真正的信息 那么这意味什么呢 如果我们认为凯利式的骗子 那就不得不承认 他拥有精能的能力 为了伪造这些钥匙 他必须记住天界石板中 所有网格的字母位置 总而言之 48个钥匙包含96个网格 每个网格由49乘以49个方格组成 共计11万7649个字符 这意味着凯利需要记住 每一个字符的位置和含义 还要创造一套全新的语言 并用这种语言写实 再将诗句反过来拼写出来 传输给迪博士 那么 如果凯利真的意图欺骗迪博士 他为什么要如此大费主张呢 难道没有更简单的方法吗 从48个钥匙的细节来看 其制作过程显然经过了精心设计 没有拼写错误 也没有单词用法上的明显错误 密码写好后 天使会通过凯利的嘴 吐出小纸条 上面写着英语译文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知 伊诺克语的游览 一 FPS 还有关于